大家好,我是娜娜 昨天我和老公去超市买菜的时候呀 发现超市的这个猪肉啊 真的是到了白菜价啊 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这猪肉这么便宜 大家猜猜多少钱了呢 你看看这案板上摆了个猪肉 9.98一斤 猪肉4.14块 这肉啊真的是太便宜了 这么多年啊没见过这么便宜的 8块多 这些东西到19块钱 以前我记得最早是19块钱 猪蹄啊 对 猪肉 生蛋多少钱 19块 现在20 现在20 猪蹄 便宜了 来韭菜吗 来韭菜 来韭菜 这个超市在我们现在开始结账了 这超市每次来结账人都特别多 今天还算少的 买了一大车东西 但是我没有买猪肉 我家还有猪肉的 就没有买 真便宜啊 现在这东西 是结账 现金结账 好久不花现金了都没有感觉花钱的感觉了 要花现金还觉得这钱花的快 这是每回都扫了马 都觉得没花钱 这钱就没了 车 我们买了一大车 这一大车花多钱 170多 它这个超市都太便宜 每回都爱来这买菜 我们现在买菜回来了啊 花了170多块钱买了一大车 这猪肉啊 突然间到了8块多 9块多 真的是白菜价呀 便宜的有点 吓人呢 平衡前的朋友 你们那边猪肉多少钱呀 北京是9块多的 8块多的 真的是白菜价了 太便宜了 那这个视频啊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你们那边的猪肉多少钱 咱们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交流一下啊 下个视频见